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蜷美的仿妆了 它这次回归的造型我还真的蛮喜欢的 所以一发海报的时候 我立马保存了几个造型都是比较偏 亲欧美分的 而且配色也很好看 我昨天试妆的时候有一点点惊艳 久违有一个这么想出的仿妆 那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带着这个美瞳 想跟你们案例一下是这一副 专门去淘的 跟它是最像 但直径可能比它稍微大了一点 我们蜷美这次底妆呢 也是有一点那种寒息水光剂 所以我先用这个Fenty Beauty的高光棒 在额头位置打亮 而且它眼睛下部这里 却有一点发光的 然后就是鼻梁上部 拉近一点 看你看这个反着亮光 你看这里冒了个好大的痘痘 它这还带一点那种糖果的味道 粉底呢 我今天用的是红地球的F300 比较推荐给学生党 美妆带用配套的这个像个小水滴 前面内部的高光棒真的是有作用的 你看上了粉底以后 这里还是在发光 这个美妆带很奇特 就是看着跟普通的一样 但它其实另外这一面 是有点像那种硅胶的质感 怎么说呢 像一个小熨斗 为了后期的颜色显色 底妆稍微白一度也是可以的 这粉底液 遮瑕丽是适妆的 有一些小瑕疵 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它真的很贴 我不知道是这个粉底液的功劳 还是个美妆带 脱了第一部那个高光的服 现在在镜头下 看着这一块就是很亮 显得皮肤很透 但其实这个粉底稍微有丢丢的干 今天就用这个遮瑕棒 稍微来遮瑕 他们家贵姐跟我说 一定要用手指来蘸 先来遮住我这个大痘痘 虽说今天是仿宣美 但是我最近真的是很迷 松米 松米这次回归 真的是爆瘦 我的妈呀 宣美每次回归是概念比较厉害 像它这个六分之一 然后在月亮背顶上跳那个舞 今天妆的颜色呢 可能是比较彩一点的 所以我把眼皮上面呢 遮盖一下 嘴角这个暗沉是一定要遮的 拉近你们看半张脸的对比 这边的阴影 还有一些瑕疵 虽美这次的眉毛呢 是有点那种细弯的欧美分的 我之前的眉毛好不容易痒好了 这就剃眉了 但它可能是照片加上后期的滤镜啊 我今天呢会比它画的稍微偏橘一点 先用的直寸袖的砍刀眉笔 我用两只颜色来搭配 剃眉毛的时候下手也稍微轻一点啊 我留了一些 可能比它画的稍微粗一点 它的眉头这一块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下面这一步补一笔 本来眉头你看它高度是这么高的 因为它眉头这里很窄 所以往下压着梳 它眉毛里面也带一点粉色和红色 我今天就不用眼影了 就用这个10号色的眉笔 偏红的 眼色和感觉的差不多 真的没有找到跟它一样那种偏橘色了 我就用的是Kiss Me的05号色 还是这个Hello Kitty的呢 不是Hello Kitty 这机器毛 妈呀 把眉毛稍微软一下 我是这样倒着来刷 然后再把它输水 继我出斯腾仿妆之后 画的最细的眉毛了 我来来回回这个眉毛 一会补一点红色 一会染眉膏涂一夹 我纠结很久 因为我买的假发比它黄 比它的稍微偏黄掉一点眉毛 我怕我的假发跟它颜色色差太大 但是我整体是比它拉的长一点 因为我发生它另外一张照片呢 眉毛是更调一点 而且也是比较长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长中庭的妹子 就可以把眉尾这一段拉的宽一点 会显得这一段宽 显得这一段就没有那么长了 它造型看着有点清欧美感 是因为这个眉毛有点细条 但其实眼妆是很寒细的 是那种珊瑚橘打底 然后粉色的来勾勒眼线 这盘整体配色真的很像 现在这个最浅的颜色呢 眼皮打底让它干净一点 这次呢我会撒到眼窝 为了让我们后续的眼影更干净 眼窝立马就平了 眼皮上部大面积都是这个珊瑚橘色 我用Mac的这盘油彩 里面这个白色和这个粉色的 稍微融合一下在我们的手上 底下在双眼皮折着里面 下眼睛的卧层部分 从睫毛根部也要画一下 那我刚才这一盘里面呢 这个偏深一点的 和这个刚才用的橘色两个混合 加深我们的眼头和眼尾 余流的粉哦 自然的从眼望眼中这里扫一点 怎么感觉橘了一点 再拿刷子把它过度一下 下眼睛这里的橘色哦 也再扫一下 再用卡拉泡泡 超美的 但这两个闪片 其实都刚才之前已经碎掉了 用里面这个粉色 我觉得这个偏光色哦 跟它那个眼皮上呢 有一点点像 除非让余流的油彩呢 我再稍微把眼尾加深一点 它眼睛中间这一段呢 是带了一点点橘色的打亮 刚好这一盘里面中间这个 去掉了小珠光 小在双眼皮之上的位置哦 然后带到眼头 然后带到眼头 再用香槟色的打亮 下眼角只有一点点 你看它这里可能反光哦 就眼皮上边这一块也有一点点发白的 眼影现在呢我觉得跟它差不多了 就是粉色好像比它淡了一点 眼尾根部这里的粉色还可以再加一点 它下节的毛根部呢是画了一条眼线 我就用之前跟你们说这个画卧蚱的 眼线我今天用罗拉的眼线膏 我还第一次用 试一下 看它同系列别的眼线呢 都稍微拉长一点 而且它的特点呢 是眼尾这后半端 画的稍微粗一点 罗拉这个眼线是真的挺好 就很适合新手 它画出来很柔 但它有点发蓝 而且不够实 我觉得宣美的那个 一定要用那种实在一点的 我换成Case Me的这个眼线叶笔 黑色的 韩国很多爱豆都喜欢贴这种单塑甲睫毛 上眼睛贴这个 下眼睛贴的是这种一根一根的 我在贴睫毛的时候 发现我的眉毛好像跟它照片还差一点 贴睫毛的时候 已经把眉毛上面又修掉了一点 就我今天真的是一直在调整这个感觉 定妆之前啊 我先用的修容是这个Fenty Beauty的这个修容棒 它脸部的修容还蛮重的 可能因为打嗝的原因 整个这么大个面积 先这样大概画一下吧 我就直接拿美妆蛋来推了 我觉得宣美其实挺瘦的 尤其它是有一双美腿 一双 腿是一双吧 就你们不要嫌我修容重 毕竟是仿妆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修容棒的颜色 挺适合日常的 我都已经叠加了好几遍了 才稍微深一点 我觉得这个颜色 因为它是偏灰调的 所以也不会像我之前用那种偏黄调的容易脏 今天多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先定个妆 还是用的兰克的这个定妆 这样三分 把泛油的地方都压掉 你们有人在追那个韩国的新选秀吗 就是宣美当什么领航员 领衣之前不是什么做票吗 所以没有办法出了 然后现在叫什么999 你们有什么pick的小姐姐吗 我们宣美的鼻梁呢真的是蛮挺的 我找它这张自拍照会比较明显修这个形状 因为我参考那张照片 它头发几乎把脸这块都挡完了 很明显它鼻尖下骨是扫了一堆 有一个棱形的在这里 在鼻尖上骨这里是要收的 然后下去 然后再从这里再拐过来 妈呀我这一笔下骨好重 每次先给你们看个形状 这一段的修容呢也是跟我往常一样是这样斜着修 因为我们中庭都是比较长 如果直接这样连着细着就会显得鼻子超长 然后中间位置就这样细的修上去 鼻翼两边这一块的位置也是要打上阴影的 但其实往常我可能想的晕开更多一点 更眼影这样过渡一下 但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子虽然就是很立体 有一点突兀 但是就是跟它很像 再用旁边这个偏橘调的 它这里比较明显的一个棕色 然后干净的刷子 但其实等于后腮红我也会过一下 就会自然很多 果然修能才是灵魂啊 脸颊修容还是不够浓 我再用月氏分盈的这个二号色 从你这个轮廓的最底下 这个颜色就稍微再橘掉一点 这一顿立马有颜色了 就跟我的鼻子一样 腮红继续按原本的照片来 它是有点橘中带着粉 我就用Sensee的这一盘 我呢先用上面这两个橘色来打底 而且越眼下的话越橘 今天又是可以开心的下手的腮红 我仔细看鼻梁中间这块的腮红应该是粉色的 所以我这个橘色就先不扫了 橘色是扫在下巴 还有鼻尖下部 对这种杏色的话 在手背先把它晕淡 鼻梁中间这上面这一块也带一点点颜色 刚刚我说鱼粉啊 扫一下 额头中段 就跟它往常的造型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这两颗颜色其实都很浅啊 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像 然后就是中间这一段了 就不用挨着眼睛 然后是鼻梁中间上面 然后鼻尖上面扫一点点 我现在看另外一张照片呢 我觉得它眉毛好像颜色更深 但我真的不确定我的假发 所以我眉毛颜色暂时还是这样 大家不要对我这么苛刻啊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尽力了 点口红也终于让我挑战了一次浅粉色 有点欧美粉的 它其实涂了那种嘟嘟唇的感觉 这不很漂亮 开了泡泡的 它里面呢是一个唇膏和一个唇线笔同色的 你看有一点偏眉调的 已经很久也要这么认真出一个仿妆了 虽然没嘴唇啊 也喜欢画那种有点微笑唇 但它下嘴唇会画的比较饱满比较厚 哇哦 这个颜色一向感觉跟妆好搭哦 像上次我教你们的嘴角上面 可以稍微带一点点 我猜你们肯定会问我这个刷子是什么 这个是直寸秀的唇刷 我们李老师的唇啊 是下部这两块骨 而不是最底下 是这样一个饱满的嘴唇 而且它上嘴唇画的不会是那么的突兀 不像我往上是喜欢往上移 它会把它这个人中这块长的形状 留出来就会跟它很像 可能中间叠的是3CE的这个唇釉 也是偏粉调的 嫩嫩的 然后叠Fenty Beauty的这个唇釉 这只颜色好嫩 他们的味道正是那种口香糖 甜甜的 超润 我就用手指来上 哇哦 好水嫩 Fenty Beauty的这一盘偏粉调的吧 我之前不是喜欢用香槟色吗 但是我觉得它今天这个妆配色 整个粉色的这个细闪比较搭 它自拍照是鼻梁中间这一段全都是高光 这里直直的来扫 然后到这个鼻尖 就我往常肯定不会这样扫一流 没办法跟它拯救了 我今天就是个方下巴的李老师 我已经好久没有在眉毛下部打高光了 我还记得我前几年的时候特别爱 然后眼头这里我再扫一点这个高光吧 我感觉眼头刚才不太亮 我看它这次打嗝的照片呢 是它在这个颧骨这里 还有苹果肌下部会有一点高光 然后眼下它这里会稍微带带一点点 淡淡的